誰關注天氣部分了 在今天下午強對流移入 臺灣的北部造成雙北地區 還有桃園等地都刮起了強震風 也有發生雷雨的情況 不少民眾都說 簡直就像是颱風天的天氣形態 風雨來得又急又快 另外臺北的松山機場 也一度因為雷雨當空 地勤作業暫停 下午的航班 行李 提領 作業 都有受到影響 計算署說 雖然這兩天的降雨 不會持續一整天 不過一旦有對流移入 都還是有可能 有短延時強降雨發生的可能